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吃喝玩乐有学问 好吃喝玩乐有学问 我们今天呢在现场要赠送给各位 有两份哦 是这个非常非常精彩的父亲节的蛋糕 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等一下呢你现在来上coco早餐的这个脸书啊 的直播 然后呢从我们的直播当中呢就可以 哎呀我们在直播里面就可以看到了这份蛋糕了耶 好棒棒 好好为各位介绍在现场做这份 那父亲节跟一只刚比的蛋糕的 凯达饭店的西厨房的点心房的副主厨女传男 他叫阿南师傅 阿南师傅你咋 coco姐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非常谢谢哦 你们大清早就带了这么多的甜点来哦 第二位为各位介绍的是 凯达饭店的行销公关部的经理 李小文小姐 小文咋 coco姐早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非常谢谢凯达饭店是在旺华 对 新开开了多久 去年11月24号正式开幕 那好年轻哦 还不到一岁 还半岁 那凯达饭店是凯达饭店的姐妹饭店 对是一个新的全新的品牌 哦是 跟这个共购车站一起经营饭店 其实日本非常的多嘛 在台湾有很多家吗 其实类似的规模台北车站这边 转运站其实也有 也有一个同业 对 哦是 所以在这个万华这里啊 不是他是在台北车站这边 那我们的话是在万华车站 OK好 凯达饭店恭喜啊 去年11月的这个时候开幕啊 所以这一次你们在父亲节的时候就做了 这个父亲节你知道我们的妈妈通常都比较受关注 爸爸都不受关注啊 父亲节想要送礼物永远都是送刮虎刀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爸爸都有非常多的刮虎刀 可是今年呢 凯达饭店用不同的方式来推出父亲节的礼物啊 安南师傅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的这个父亲节蛋糕上面还有一支钢笔勒 呃我们这次是有跟那个Cross钢笔合作 啊是耶 Cross耶 他是 他是我们小时候 因为他历史又久一百多年了 所以他是非常名贵的送礼的这个一个标的物 对不对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设计也是刚好我是想说用那个布朗尼 布朗尼因为布朗尼他也是算一个蛮有历史的一个传统甜点 然后他又算蛮走蛮低调 然后但是他的口味又是很浓郁 所以这个是 里面是布朗尼蛋糕 布朗尼蛋糕 这个上面这个是钢笔 钢笔是什么做的啊 钢笔是用翻糖做的 可以吃吗 可以吃 然后再用那个巧克力里面 就是让他看起来比较简单大方 好听众朋友 你现在可以上Coco早餐的这个脸书粉丝团 按赞分享 我们的制作团队就会这个用公正的方法选出 但是你要留言啊 或是留言给你爸爸 或是爸爸留言给自己 总而言之呢 我们会有两份非常谢谢凯达饭店所赠送的这么美妙的父亲节蛋糕 这是非常有创意的啊 这上面这是金柏啊 对那是金柏 也可以吃 也可以吃 你所谓的布朗尼的意思是 打开来里面是 切开来里面的蛋糕是布朗尼 对 我们等一下可以切开来吗 可以啊 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切开的样子 我不是他爸爸拿到之后他第一个想吃的是钢笔 还是还是这个爹地 可以一起吃 好那为什么会跟Cross合作呢 开大饭店这个这一次 这是你们饭店成立以后所碰到的第一个父亲节 对因为我们是考量到说Cross刚比他在全球来讲算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笔剧的厂商 而且他的个性一直都是维持着很低调的品牌而且他又是属于家族的父船子的企业 所以我们觉得跟他合作有别有另外一种意义在这样子 是是 好可能爸爸会想说最好搭配一对笔送给他 就好用实用的礼物 好各位我们今天呢替爸爸想到了比较不一样的礼物 那关于父亲节其实凯达饭店还是有其他的设计 等一下我们再请阿南师傅来介绍一下你今天所带来的这个甜点 好 这是凯达饭店请这个公关经理啊 这个李小文小姐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因为在西区 那西区的饭店的竞争激烈吗 那怎么样去凸显凯达饭店它的特色呢 其实西区大家耳熟能想就是西门町那一带 那竞争确实是蛮激烈的 对大大小小如果加起来的话是很很可观的 那凯达饭店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是新的饭店 而且量亭呢总共房间数有745间 算是整个台北西区来讲最新又是最大规模的 那745间的客房当中我们有三种不同的设计主题风格 主要就是让客人啊增加他的重游意愿 然后住的不会觉得很很很腻这样子 那三种风格分别就是年前喜欢的清宫夜风 豪华风跟日式的雅致风去符合不同的客源层这样 那另外就是我们有量体很大300多个位置的自助餐厅 以及我们的家宴的中餐厅还有酒吧 还有7米2挑高的宴会厅多功能的 而且整个西区来讲呢有游泳池的饭店又不多 所以我们家就特别有一个露天泳池已经健身吧 谢谢 凯撒饭店他的前身是谢尔顿饭店吗 不没你说谢尔顿饭店最早退出自助餐的时候 也是大家追寻的对象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最早谢尔顿刚退出没多久啊 这个早餐自助餐就掀起了风潮 那当然后来因为很多的五星级饭店来到台湾了 后来凯撒的这个自助餐还是非常知名啊 所以你们凯撒饭店也承袭了这个自助餐这样的一个传统吗 对我们自助餐主要打的就是有上百道的料理 不管是海鲜啊日式区啊包含阿南师傅他精致的甜点 然后他的程度呢好像是一般自助餐吃不到那种法式甜点 所以一个是CP值是很高的一个自助餐 在餐厅里面呢尤其是自助餐 那个请教阿南师傅 那个甜点通常很多人因为他前面都吃饱了 可是后来看到甜点这么多他又非常想吃啊 那我们吃甜点有什么有什么pepper啊 这个当你放那么多的时候 我一定要先吃哪一种 像我吃自助餐都一定先去吃牛肉嘛 觉得好像CP值比较高 千万不要在前面吃太多菜沙拉会吃饱饱 可是看到甜点的时候大家又觉得好想吃 那个时候又非常的这个这个已经有点饭饱久足的感觉 所以你的甜点要怎么在云云种生跟云云种菜当中的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呢 我觉得甜点第一个是口味 口味 口味对啊口味一定要有特殊的口味 你介绍一下 对啊像 你那前面那个像那个下面那个第二 就是草莓旁边那个黑黑的呢 这个就是brownie吗 跟这个一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它这个里面是那个乳酪 哦是哦 对是种乳酪 然后我用巧克力把他里面下去 这都你自己开发的啊 对对 哦你学甜点学多久了 哦大概有十几年了 哦对啊 你只会做甜点不会吧 哦应该其他也会做 哦是哦 哈哈哈哈 专攻甜点 对啊 那你的人生好甜蜜啊 哈哈哈 是变到胖了 还好啊 所以你以前也是 呃你以前在凯萨吗 呃不是我以前在别家 哦是是是 哦被挖角来的 呃算是自己看 我是看这个 因为这是新饭店 所以自己过来的 哦对对 所以新饭店会让你有更多创意 哦对 哦好 那这个创意呢 你把那个马卡龙还放了 它是放翅膀吗 还是 不是 这个吗 这个马卡龙 哦这马卡龙 这是胡子 哦对 我把胡子看成是那个翅膀 也好 等一下你借我 我可以用手拿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看一下各位听众 哦这个是给爸爸的 所以你说 哦你们在父亲节有 蜘蛛餐 对 特别给爸爸的安排 对对对 所以呢 啊小朋友你 你如果没有赚钱 你可以跟你爸爸说 爸爸姐你带我去吃蜘蛛餐 然后我送你一个马卡龙 油胡子的马卡龙 这就是爸爸的马卡龙 对对对 哇 你爸爸如果受到这个 应该很高兴吧 男师傅 哈哈 这就是你的创意咯 对对对 用马卡龙 然后用一个胡子这样 哦哦是 代表爸爸的脸 嗯 这样子就比较走比较简单 哦很有意思啊 所以这是为了父亲节 你们还设计了 哦跟父亲节有关的 嗯 八款小蛋糕 哦这是专门为父亲节设计的 对对对 哦那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会来 阿南师傅来跟大家介绍 除了这个父亲节蛋糕 父亲节蛋糕 现在在预购 还是 嗯 现场买 都买得到 对现场买 现场买 嗯 哦 那可能爸爸很想把这支笔拿起来 对 你说这个翻糖 那里面呢 也是糖啊 对就是翻糖 哦是 整个就是翻糖做的 这很困难做吗 嗯 其实是还好 上手就很快了 哦是 刚才他说 他不是 他里面不是 就不是普通的蛋糕 是用brownie 对对 brownie是 brownie是凝联的 嗯 比较扎实的口感 其实不会很 brownie很美式嘛 brownie是美国的甜点 对 他是美式的甜点 嗯 那你的甜点风是什么风 嗯 就比较 阿南风 哎呀 因为那个马卡龙是法国的 对对对 但是你有感觉到 好像有点日本风的感觉 你看你那个草莓塔 嗯 还有泡芙 泡芙 哦对 然后还有这个 快闪这个泡芙 对对对 很法国 嗯 那种长长的那种 有没有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现场直播我在那里 让让让让 让死的不好意思 听众朋友 因为呢 我是想说 我们可不可以拿刀子 来把这个蛋糕切开 让大家看看brownie 因为呢 刚才林晓文小姐介绍了 说你们的父亲节 嗯 推出了八款甜点嘛 嗯 就是今天带来的这八款 那所以呢 在你们的嗯 现在开始从那礼拜天开始到下个礼拜天啊就有一个父亲节的自助餐的活动 然后这个自助餐活动如果你可以哈玩这个转盘游戏的话就可以免费拿到哈这个一份像这么美妙的爸爸节的蛋糕啊 转盘的话是有机会呢获得的获得餐券啊就是我们准备餐券然后最高的价值的礼物呢是这一对 刚比哦是啊是价值两千八的 哦哦哦哦是的对比 然后在那个自助餐的那个爸爸节的那这个八款甜点当中有这个吗 有这个蛋糕在场吗 哦没有 没有 那个是八月八号当天满八人以上就免费送这个蛋糕 哦那是家宴 所以你们有一个百宴啊就是这个百种食谱的然后有爸爸的专属甜点吗 对好那个父亲节的蛋糕刚才这个阿南师傅的作品他很得意的说他不是用普通蛋糕他是用布朗宁做为什么你觉得爸爸比较喜欢吃布朗宁吗 我觉得呃以爸爸来讲啊比较喜欢吃那种巧克力口味的东西爸爸喜欢吃比较男性的口味的对对对因为其实不要给他吃绵绵蜜蜜蜜的那种对像慕斯类的我觉得爸爸应该都比较不接受 哦那是给妈妈的事了哈哈哈终于有爸爸的蛋糕了来来来 克罗斯比跟那个凯拉饭店合作的 那我们要看到怎么打开怎么怎么可以可以照得到吧 好好来 外面这个是巧克力淋酱吗 对 里面好黑哦巧克力布朗宁哦 里面还有那瓷还有那个有核桃吗 哦是这个这个要对个对着镜头啊哦好所以你认为哦这个是有点男性的很man的感觉的蛋糕 对对对对他巧克力的味道会比较努力 看来师傅替爸爸出了一口气争了一个这个机会你自己是爸爸吗 对我自己是恭喜恭喜自己送自己一个 对啊对啊自己也爱吃巧克力 哦是好这么漂亮啊这个各位看到的是不让您做的所以是非常不一样啊各位可以订购送给你的爸爸啊 如果你现在已经是爸爸的话你可以暗示一下你家的妈妈或者是你家的孩子你可能啊觉得这个凯达饭店的这个Crosby合作的这个蛋糕非常好 刚才提到了原来嗯这个小文说去凯达饭店啊做家宴那就会抽抽了就会抽到 哦一样是百宴自助餐也是百宴自助餐每一桌多少人八人啊只要满八人以上就可以呃玩这个转转盘玩两次嗯嗯然后就如果玩到了就有一组这个笔对对对对对这个Crosby这个是原子笔还钢笔啊哦它是结合原子笔跟铅笔 这一刻名字就是了哦其实Crosby他有对对对对好这是Crosby的套笔在现场也有抽奖啊好刚才提到那个八款甜点来我们现场这个考试小文最喜欢吃哪一个小文好像怀孕是吧对啊所以最近不好意思问你我看你肚肚大大的这个如果说怀孕那不是那我就完了啊是是是是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 所以你的先生快做爸爸了对啊准爸爸哦可能会买个蛋糕犒赏他一下是啊是啊恭喜啊男孩子也可以吃啊谢谢谢谢啊那甜点的话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个有芒果口味的夏季的哦哦是是是啊那个是芒果慕斯对那是芒果慕斯嗯嗯嗯嗯你介绍一下它呃是怎么做的吧你的创意跟别的芒果慕斯有什么不一样看那个那个底好像比较不一样对对那个派对 下面最下一层啊呃这个它旁边我是用那个巧克力碎豆然后怪不得对然后就是用那个金粉嗯嗯沾上去对会有那种黄金的感觉哦所以哦是所以夏天的啊芒果的慕斯吃起来是比较比较爽口比较爽口对而且比较有那种台湾的那种口口感哦好所以刚才介绍了马卡龙有爸爸的胡子那我想这个应该其实这个这个这个后辈你们昨天前天就开始了吗这个应该蛮受欢迎的吧嗯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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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让它吃起来就是不会那么甜 会有酸酸甜甜的感觉 这个 这个是巧克力塔 然后里面有三种巧克力在里面 这八种我每个吃一种就吃太饱了 OK好 这个泡芙 闪电泡芙 闪电泡芙 然后这个是草莓鲜脆 然后这个是粽子 那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是 这个里面吗 我说草莓鲜脆 里面都是放那个草莓 草莓 全部是草莓 对 全部是草莓 然后外面这个壳是用甜菜根做的 哦是啊 对对对 它有点像脆饼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 有点像脆饼 然后 那这个是粽乳酪 里面是粽乳酪 它里面是巧克力的吗 还是 原味的 原味的 然后外面淋上那个巧克力淋酱 对 还有点筋粉 对 还有喷一点筋粉 然后这个就是用两个巧克力盒子做出来 所以你们的 其实你们每一个 这八种甜点全部都是都是跟Cross合作啊 对 就看到你们上面都有Cross 没错 那将来Cross是不是要做一个类似这样的笔 刚才讲了这个巧克力的盖起来 这个有点合资的感觉 那里面是什么 里面有巧克力慕斯 然后鲜奶油慕斯跟覆盆子冻在里面 所以平常吃不到这样的八种甜点 只有在这个父亲节 好听众朋友 你现在来上这个我们的Coco早餐的这个脸书 那我们的他凯达饭店呢 他们在父亲节特别推广了这个活动 一家饭店它的这个知名度的推广 其实是餐饮很重要嘛 对不对 小文过去应该也在饭店服务吧 是 多久的时间 14年以上有了 为什么台湾的这些五星级的有名的饭店 全部都是女生做公关经理 而且都是美女 谢谢 好 但是在全世界各地 像你们饭店 因为现在在万华车站 它就是交通非常方便嘛 对 因为我们的跟万华车站共够之外呢 其实徒步走到龙山寺捷运站 也只要两分钟的时间 然后距离西门町只要一站 台北车站只要两站 所以很多西门町的观光客呢 也会入住到我们饭店 这是一种BOT案吗 是 跟台铁的BOT案 是日本的这个跟JRBOT的那个饭店都好 都做得非常非常优啊 我记得京都的那个顶楼的饭店也是嘛 然后名古屋什么都是对不对 那这个在你们的这个饭店的经营上面 美食本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诉求 对 所以我在我们的资助餐点上呢 我们又最近又精致强化了 让它有点带有台湾的一个特色 所以呢你现在来我们自助餐吃的到珍珠奶茶 对还有那个我们的港式的推车等等的 港式推车已经很久都不见了 对所以最近我们又重出江湖 现在竞争会非常激烈吗 饭店 对 西门町的饭店其实有各种不同的风味 很多人把那个旧的建筑 把它这个重新翻新做饭店 现在有点西区的 透过这些饭店的这种进驻 已经开始让西区从没落 进入比较繁华的这个状况 那昨天跟前天来吃这个父亲节的 这个自助餐然后吃甜点的人 你有注意到吗 他们最欢呼的是什么样的甜点 应该是这个芒果跟欧贝拉 哦是吗 对这两个补最多 哦这两个是补最多的 欧贝拉为什么特别受欢迎呢 因为它那个口味比较有层次感 哦口味有层次感 好各位想要吃各位爸爸 你可以期待父亲节的蛋糕 至少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两位哦 可以我们的制作团队会选出两位哦 送给您 应该是要到现场去拿吧 对 非常谢谢 其实我们是心意为主啦 但是如果你想要借机会表达对父亲的爱 因为爸爸都比较 爸爸都比较内敛一点 对 那其实爸爸是很需要爱的 你知道吗 我父亲已经过世了 可是爸爸是最需要爱的 听众朋友 所以你如果你 你自己是爸爸 那请你也不要另习去要求爱 那如果你是孩子 你就趁这一天 用甜点来让你的爸爸感受到你满满的爱 非常谢谢 谢谢小文 也谢谢阿南师傅 谢谢 谢谢凯达半斤